二次元禁断综合症是一种冷门的心理疾病 患者多为男性对虚构的二次元人物产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情感 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类没有丝毫的兴趣 不仅想和纸片人结婚共度余生 严重者还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以此进入二次元的世界是不是很难理解 二进阵一词最早起源于80年代初期的日本 当时的很多男高中生因沉迷于漫画无法自拔 最终出现了社交障碍 分不清现实还是虚拟 在轻度状态下仅仅只是喜欢某个虚拟人物 并热衷于收集有关于他周边和一切其他的事物 但到了中度便会对其产生像恋爱一样的情感 不能接受该角色在作品当中有任何暧昧的对象 同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失去了期待 认为他们都不完美 进入重度状态后 患者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变得更加的消极抑郁 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 一旦离开了自己喜欢的角色 就会活不下去 2018年一位日本老哥就决定在35岁这一年 迎娶自己的偶像虚拟人物出英未来 并获得了版权方的认可 成功的与其举办了跨次元婚礼 成为了合法的夫妻 但二人已于2020年 因为出英未来版权到期离婚了 其实二次元净断综合症 说白了就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 拒绝一切非必要社交 把感情投入到了游戏动漫和偶像上的一种疾病 关注我 下期我们接着讲 女孩吃了十年头发 胃堆积致死竟然无人阻止 长发公主综合症 又是个什么病 胃堆积一公斤头发乍列而亡 女孩吃十年头发无人干预 这是一种冷门的心理疾病 长发公主综合症 近日浙江杭州九岁的女孩 因为父同男人到医院检查 胃里面竟然密密麻麻 全是头发 真正有一斤多 原来在三四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尝到了头发的味道 便开始情不自禁 越吃越香 才出现了今天这种情况 根据专家的介绍 昆食毛发其实是一种罕见的行为障碍 由于大量的毛发不能被胃液消化 合并食物残渣后 就会在胃酸等综合作用下 越积越多越来越硬 影响食物的消化与吸收 严重的甚至可以致死 这还真不是开玩笑 一位来自墨西哥的15岁女孩 卡蒂尔甲齐里 就因为吃了10年的头发 无人干预 最终尝到不堪重负 出现了破裂 导致其感染性休克而亡 同时策略患者会伴有 另外一种特殊的癖好 拔毛屁 他们会无法控制的 拔掉自己的头发 然后吃掉 尽管在科学界 对于长发公主综合症的 真正成因和治疗方法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但是专家们普遍认为 这与他们的心理健康 有极大的关系 大多是因为焦虑所致 所以如果你发现 自己的亲人朋友 有类似的症状 一定要引起重视 及时就医 不要坠毁莫及 你知道吗 世界上有一种人 明明四肢健全 却十分的向往残疾 每天都想着 怎么才能毁掉 自己的手脚和五官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关注我 下期接着说 截肢屁 恋残屁 因为羡慕残疾人 他们想要 切掉自己的双腿 在西班牙电影肌肤中 一个单亲的男孩 认为双腿并不属于自己 冲动之下 他弄断了自己的双腿 最终因为感染而死 这个时候 人们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他想变成美人鱼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 但你知道吗 现实生活中 真的有这么一类人 明明四肢健全 却对肢体残疾 情有独钟 2006年 澳大利亚一男子 在多次请求医生 锯掉自己健康的双腿无果后 用干冰将左腿 冷冻长达了十余小时 使其血液和神经凝固 直至坏死 最后成功地进行了节肢手术 还有一位身体完全健康的 美国女子乔威尔 她从小就有一个 与众不同的梦想 那就是成为盲人 成年以后 乔威尔在眼睛里面 滴进了含有强烈腐质性的 下水道清洁剂 让自己彻底的失明 并表示对此十分地享受 你以为他们是变态吗 其实不然 他们只是得了一种 罕见的心理疾病 DIID 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 这类画者通常会认为 身上某些健康的器官并不属于自己 通过幻想或者实际上的切除 达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 想要成为自己 先切掉多余的肢体 他们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呢 心理学家李查德·布鲁纳认为 BIID或许与被忽视的同龄有关 幻想通过切割自己的身体 来持续获得亲人的爱 但神经病学专家 则有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 这很有可能是肢体 与大脑之间的映射错误 总之 时至今日 这种心理疾病的成因 人为在学术界达成一统 治疗方案也还停留在探索阶段 但索尔相信 随着研究的深入 总有一天 这些患者可以真正的剧掉痛苦 留下完整的躯体和自我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